农委会水保局花莲分局推广110年 悠游农村放心玩 农村的开阔以及自然美景 向来是游客疗愈身心 共聚同乐的好去处 更是学校户外教学最佳选择 而17号上午花莲农校森林科 就特地前来丰山社区体验农场经营 以及生态维护的课程 以食物走读体验 增加学生的职场经验概念 为抢工农游商机 这次农委会在全国 又由农村业者共推 农村放心玩 超过80种以上丰富有趣的特色玩法 无论是如风玉石工作坊的玉石创作体验 或是料理在地食材的乐趣 都能够一次体验到 17号的上午花莲农校森林科 就特地来到丰山社区体验农场经营 以及生态维护的课程 我们是花莲农校森林科 那我们的林场 我们寿山林场就在小雨花的旁边 那和小雨花生态农场 有长期的交流和互动 那带学生过来这边 看一下那个小雨花生态农场 他们的经营方式 还有聆听一下人家的经营理念 那希望学生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之中 农业的学习过程中知道 实际上在业界人家是怎么经营的 如何经营一块农场 那也因为林场就在附近 那也想让学生了解 就这块林场或这样的自然环境 对于我们社区周边的这些居民 或者是小雨花这样的农场 有什么样的帮助 来参加体验的学生也表示 来到农村参与各项的活动 更能够了解实际的农场经营 增加自己在课堂之外的职场经验 实际到这个农场 或是像我们这种实习的场域之后 可以更贴切的了解到说 在实地职场里面 或是户外的这种状况 在经营上或是管理上 他们是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跟怎么样去 因为在职场会有更新的 或是更好的这些管理方式 以及这些资讯 所以就是来这边可以去了解到说 现在在业界的真实的状况 然后可以回去跟我们现在学习的做比对 丰富的农村生态 食农教育环境 让喜欢自由行的游客 也有超过167项的农村特色餐饮 以及体验活动可以选择 据风山社区发展协会统计 至目前来到风山社区的游客 已多达4000多位 水保局花莲分局也期许 透过这一波的优质家会活动 大力行销农村好玩好买 带动全国民众到农村旅游体验 采买各式农产品 也提升农村在整体经济上的发展 记者林杰 寿风香采访报道 对rating 万很容易 法 Dream 兜村 豪快